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多了一位 客席嘉賓主持潘神健 潘神健 其實他是潘準老師 是嗎? 是準老師,準備教書 你現在在哪裡讀? 現在在香港教育學院,讀通識教育 今天這個貶費電視牌照事件發展了整個星期 理想的通識教材 不教不行 我們《解決新聞學》用教育角度去解決 看整件事,我們作為一個通識科 譬如我自己是一個準老師 我們教新高中,中四至中六 要應考通識教育科 但從考試的角度來講 會不會用這宗新聞去做一個題材 即是考評局去出問題 我們普遍坊間的通識老師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很微的機會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出局的角度 會覺得這件事 其實跟青少年的切身程度 不是太近 但如果作為一個在班房裡去教 可以用這個議題去做一個例子 我們會見到其實這宗新聞 他講的核心價值裡面 正正表達到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坊間吵 不是說為甚麼 雖然暗地裡我們說 為甚麼很同情 為甚麼不發牌給王偉基 他們在香港電視 但其實背後 他們其實都想講的一件事 就是說究竟那個公義 究竟那個程序公義 還是死都要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說 死都不可以不明不白 是的 是的 他們想講的核心價值 我們就可以用這宗議題 去緩醒學生 究竟我們香港 常常引以為傲的 一些核心價值 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反映得到 還是有所退化呢 究竟核心價值在香港 往後的發展 有甚麼好壞處 引導學生思考 我順著你的思路去說 電視真的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因為做得不太好 因為我們從來都不以香港的電視 引以為傲 你看巫視和阿士 你都不會引以為傲 不會引以為傲 但正正我們看到今天新聞講到 很多師奶在看 美姐有請了雞汁 收視也是這樣升 但是我們 你有你 在正總門口笑 煮菜 煮菜 我知道 他經常嘻嘻嘻嘻 和下雞汁 你有你笑 實際上 剛才那一集呢 升了四點 四點也不少 其實我想講這件事 是一巴掌地蓋上示威者的 老實說 我不知道 當然我也不太好 美姐有請 我看見我都轉台 因為有些悶 每一集的形式都是這樣 但是為何仍然都會升四點呢 其實我反而我覺得 其實是 告訴示威者 有一班人 一直都看著這些事情 覺得沒有問題 而你們在那個正總那些說 拿著這個片 尤其是在正總門口播 在那裏剪掉一些哈哈哈哈三分鐘哈哈哈哈 在笑他的時候 大家想一下其實你在抗議無線的時候 我們上一集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是向那班觀眾示威自震 不是向無線 因為無線其實是一個營商的機構 他賣廣告賣雞汁 當然是你廣告商喜歡有人看的東西 我當然是做的 如果沒有人看的 我不會拍一些雞汁出來的 我知道自己死定了拍雞汁 只有兩點收視我還拍雞汁 但是不是 告訴你24點收視 兜巴就升到那班示威者 所以那班示威者有家人的 我覺得應該跟他們說 其實真的 如果你不喜歡看 其實你不要開在這裏 或者你稍微 我昨天叫大家留意一下 亞視有些什麼 其實亞視的節目沒有人知道的嘛 到現在都說亞視很壞很難看的 但是其實亞視還有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亞視其實都未必自己知道的 是啊 這個更加自己原本都不知道的時候 重播到什麼 哈哈 我覺得你不要那麼… 因為其實這個慣性收視 其實亞視現在的存在很後現代主義的 是啊 就是他… 你一直看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個年… 在看什麼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個年份 他的目標就是要你反思 但是當電視做到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都會繼續存在的呢 可以… 就是他完全是… 扭到八十、九十… 零零年… 二零一零年的節目 炒馬一碟 你沒有辦法看得明白 麻雀節目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又跳到其他節目 他… 他爭在未重播 我不知道有沒有呢 我沒有看 其實有沒有重播娛樂無窮呢 那些娛樂無窮都可以重播 絕了重 其實他其實是想告訴你 你看 你說無窮的節目很難嘛 我做到終極廢的給你看 是 終極廢到這樣 為什麼還有廣告呢 為什麼還會存在呢 其實這是一個哲學台來的 是啊 其實是亞洲電視哲學台 其實那個是 他爭在未重 他如果做得好呢 我覺得他應該在英文台 找一班哲學教授 講什麼語言不要緊 就是講英文吧 馬上走到電視哲學台 是的 那你就解釋一下 中文台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背後的存在主義是什麼 存在價值呢 其實他上很多東西 不要緊 他只要英文台做得有這麼深 得這麼深 是 我們揭開哲學 維根斯坦 最薄的那本書 我們先講一下 第一 一直在這裡講 然後就… 剪輯一下自己的節目 然後中間剪輯一下自己的節目 沒有聲音的可能 透過這一段 我們看到 現代的時空交錯成怎樣 可以不分 真可以分次序 不是節目製作的內容 而是節目補老方的時間 因為這樣做也還有一點意義 你對著一個這樣的電視 你會在這裡思考 媒體是什麼 政府也是什麼 政府也是什麼 時間是什麼 還有演員是什麼 人的價值是什麼 觀眾又在哪裡